小虎这个选手对我来说是很权威的一个选手 因为他不管什么方面的实力都很丰富 不管队线 不管团战 不管支援 所有的方面都特别顶级的选手 但是我不觉得我不如他 我也能做到这些事情 所以希望这次跟他对讲的时候 我的实力爆出来的话应该更好一点 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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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难道打野位还挺多的 先拿严确 这边我觉得老牛可以拿 先拿辅助嘛 那这样的话中上都不在了 老牛跟建模选一个 因为如果拿老牛的话这把 赛恩 赛恩那个英雄在这个版本其实是大热 对 确定了 这把的话 Let me 去打一个坦克 赛恩这个英雄打什么英雄都不吃亏 是的 那我觉得急需照性吧 然后给Rookie一个counter位就可以了 是的 其实Rookie这把还可以拿刀妹的 这把他会不会不拿这种突脸的代言英雄 会不会拿一个偏团战 怎么说呢 这偏团战就只能拿猪妹了 对 猪妹 还是照性 但是你要拿照性的话 你也许有优势 就是这个英雄不论是三级到六级打炎确都有优势 这个是霓王的招牌 确定了 霓王 霓王这个英雄选出来自信一笑 这个是霓王真的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英雄 是的 霓王的招牌来了 真没有人想到 真没有人想到 那天IG打那个京东的半决战 就是五场红色方都赢了 但是我先前解说的一个BO5全都蓝色方赢 我觉得可能跟队伍也是有点关系 诶 这边一个红色扫描照出来 这边要打一个上中野的强行压制 诶 不是啊 这边要换线了 换线了 换线了 哦呦 RNG又搞这种骚套路了 诶 这个是 RNG真的 就是让对手心态爆炸 我突然想起来了 之前用这个套路的是谁 诶 这个小明早A了一点点 之前用这个套路的是谁 是不是记得姿态的赛恩 也是赛恩 我们还忘记了这一点 对对 所以他是送死 送死 没有人去过来干扰的话 这一波 RNG的准备太好了 哇 RNG打这种决赛他们的准备啊 然后TP上线 TP带个红BUFF上线 哇 这一场比赛我看过 打得真漂亮 然后上线以后马上到二级 这 宁王难受了呀 宁王难受了 宁王单BUFF开 而且他只能刷一个F6再上半区 对 对 Duke要被军训 这还好是Duke 这则赛就崩了 则赛就更难受了 因为Duke本身是一个比较抗压型的 主要Duke他经验比较丰富 来了 下路来越 上次那个局面也是来越的 但是 这吃塔的时候还吃不住 上次越的那个死得很惨 不能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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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越的这一波 上次也是被越 然后 出击斜斗直接包上三级了 三级打一级 等一会儿推完以后 再回到1V1对线的时候 上单会发现对面一个巨恐怖无比的赛恩 这个是三支一条的血量好吗 这个打法最恶心的是什么 你换回来你怎么玩啊 打不过啊 关键是 你现在交个TP上线有多难受 双人路又换过来 这个换线完全换到了 被RNG 哪个正着啊 完了TP 难受难受 这真的心态都搞崩了 哇 杀人猪心 而且你要知道 就是赛恩这种换线 你去越他 你人是很难走掉的 对对对对对 他是冰川增服赛恩 对 年重你你根本跑不掉 哪怕死了你也要被他锤子 站起来做鬼都不放过你 你看莱特米这身上两个小护甲 对我吸了一个经验两极 这两个小护甲就跟防弹背心一样 不会还要强行换吧 二极甲好吗 根本A不动 上次好像也是强行换就换崩了 这不是啊 你再换 这一波B线3N过来刚好吃 你过去下路B线又没人吃 我说实话这一波换 经验差太多了 不要再追了我的天啊 这一波换真的换崩了 换崩了 你看下路这波线是被塔吃的 上路这波线是被赛恩吃的 上路这波线是被赛恩吃的 这个埃及这个防御塔白吃了两波线 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他对 在对线的时候 Gktaf现在和小狗堆 应该是A不过的了 AD路线的话成型更快 又来了 这波是应该开大招的一波 应该是开大招的一波 走位了 我推下去 追上来 这里要被越了呀 你蛤蟆没有吃 3下4下1 直接撞死了 这一个车祸现场 而且关键的是下路一塔和第一条火龙 这个节奏也太好了吧 不要忘了这个塔原本就只有半血啊 对这个塔是肯定掉的 凯影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 关键是能不能只要火龙手一下 打到进化才厉害 但是他这一场到线上去撞 下路要包了 这个是ATP要招牌的角度 但是RNG这边是有TP的 我看一下这边先杀小明 走一走开小明大招给的出来 小明这里有点难受 小狗这边应该还有个大招 大招拉过来 凯影转到身边里面 最后利用大招 但是这波不打他放他们走啊 小狗已经看到亮起的TP 而且岩翠也来了 TP的位置相当的不错 五百倍阻挡 没人挡到 这些亮起来 差一丝血吃了进去 这边还要追 但是这波要追 想象过场 又捡了一个闪现 RNG是带离一波很不错的节奏 但是小虎 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 跟小虎收两个头 而且这一波的话RNG的交换 可以接受吧 3-3 劣势3-3 劣势3-3 对 劣势一方是小战 对 这波已经是IG打得非常不错的一波了 而且RNG这个点 RNG这个点有收到经济 我觉得这一波对IG的关键 还是很关键 但是小虎收了两个头 现在反而成为他们一个负担 这一波过来让单杀 这一波有机会的 招牌 应该是没了 这边是没有秒表的 看一下这边 但是自己能跑吗 先拿一个红buff 拿红buff 这里不敢再追了 因为左一来了 这一波您是单人的一波入侵 打出了一些优势 宁王节奏稍微回来一点了 宁王通过下路的一波击杀 在野区的一波EVE的击杀 主要还是说后期有点无力 但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大伤害的 后面人太多了 这边要不要追 哎呦打起来了 这个沿途 但是布隆这边死掉 塔姆这边吃掉了一个 宁王宁王还没有倒地 小虎过来 闪现被小虎 小虎这边有点危险 往后拉 小虎被拉了过来 虽然说宁王这边被换掉 但是小虎也是被拿了一个杀葬钱 一换一 刚才LENME在草丛里面引着 有一个隔墙的位置 这个Q真的是 哎呦让宁王直接弹起来 这波IG挺赚的 挺赚的 换掉了对RNG这边的一个中辅 然后是拿到一个这个终结钱 对 这的话又是AD的装备选择 又睡到了 现在Rookie要过来抓了 强行杀Rookie 这边要帮党一下 Rookie这边有威胁 差一下 打出一个电械 W 小子 他就收到了一个人的 凌王这边的妈被踢飞了 凌王 凌王大招被放出来 而且这边丢个是拉死了一个KASA 但这一波还是爱记亏 中野最有优势的两个人是直接被击杀了 而且中路一塔腰没了 这一波安静的支援能力太强了 太强了 赞恩这一波回家是想踢过来吗 但是稍微晚了一点 这个有应该的意思 必须要来了 龙谁的 脚到了 把这边团队都打起来 那边直接开车 凌王这边应该难跑 这边直接打前排了 这边还能跑几个吧 一个打不了减速到 开车叫SASUKI SASUKI 用他连起两人 打了一个Double Kill 那这样的话 大龙还有48秒 还好没有大龙 不过中路的二台应该是没有了 虽然说丢掉了火龙 但是安静一波团队依然打赢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 优哉的装备是领先的 三件套打 优哉 优哉是领先一件装备的 优哉 又是先开龙 而另外一边可以在侧夜 下来 看到了 宁王这边有Q能位移 下来还有1 这个时候宁王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这边又开了吗 来自米开车了 要说这一拉五 这个两边撞了起来 但是有塔不 后来 开车 开了过来 冲走了 这边有放RG的阵性不是很好 要是DL5吗 好像还行 又打击较了 又打击较了 又打击较的两个人 而且跑到那边也靠不住 又阶下来 三个吧 后续还能带击辑吗 又阶下来 又阶下来 小狗这边没有技能 但是打到了 WG打到了 大家包育股师下去 没大了没大 这一波打了三个人 闪圆过来 A加Q 直接是击杀了 对方的中单 又阶这一波 看准了折返越前的位置 本来这一波其实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们把 那三个人都打残了 又阶下来 不是我真的说实话 就是小狗他团战啊 到现在 他都在做最正确的选择 就是你没有办法 他没有失误 哎 又在少宁人 打掉没有状 在宁皇这个位置很难受 一个确实能躲掉了对方的沿途 哇 这一发 其实小狗如果把W技能留住的话 感觉这个宁要死的 他想打一个先手 先别加倍动 在另外一边 因为把宁打残了 而且没有视野 这波过来直接开龙 宁可距离死在太远了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安静打得太快了 宁还在加厉面 来 这是几分钟 安静拿到了大龙 哦 还可以 但是这边有保了一个炮车 保了一个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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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的话硬上不太好上了 哦 那还好 冰箭射过来射到瑞兹 这边想要长期打一波 这边射到瑞兹 这边射到射到 这边可能被反打了 但打不太动 瑞兹密 宝兰要被秒了吗 宝兰很危险 宝兰死了 宝兰死了 给王这边的一口盘 没办法进入 带死一个的话 极度的危险 塔莎要进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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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射到解一下 给一个加4效果 宝兰杀不掉 勉勉强强强进去了 但是出来就要被杀 一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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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还不过 这边血量比较残 闪生过去想要追击卡路 被Q里头直接打掉 哎 这一波是被左一 防了下来 有没有机会 宝兰要打出一个射击 就会把那个点燃给宝兰 但宝兰应该是死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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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的队伍没有被一波 没没一波 但是下面的小兵又进来了 RNG的攻势还在延续 对一波下路的高地塔也非常难防守 这个的话应该说 哎 塔姆过来 一个人 车开上来 卡莎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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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点塔了 只能点塔 这一波RNG的状态很差 慢一个 慢一个 再死一个 卡莎没想走 被塔薰弱 沿途把人给弹开 但是中路的塔还快攻击 卡莎没来 靠着墙边 把滑板踩起来 看能不能上板了 哦 闪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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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一个人怎么办 也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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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TP 但是走位已经躲开了 那这一波打得非常的惨烈 哎 即使勉勉强要守住了吧 而且身上主要还有个进化 这一波对于RNG来说 他们的招式技能都是齐的 两个人觉得在打 睡了一下 最前应该是没有睡到的 而放了一个阵眼以后 发现正在回省下轮 要看有加脱 要他被吃了进去 大招是打起来一个哈姆 哈姆这边被秒了 没有闪现的 盾没有开出来 而这边开车要追 开车要追击了 这边先杀谁 益王这边可以钻了进去 益王这边可以钻了进去 但是这个时候小狗的大招还在身上 小狗存时准备的收割 他他没有死 这边又来的时候还不做 要下丢可丢 这边拉过来一个名 没有 拉进去 小狗进场了 小狗这边先杀这个拉伍 益王也倒地 这一波只剩一个益王这边 益王这边只剩一个益王这边 益王这边没办法 没结束到 一波了 一波了 这一波打得太漂亮了 下路有兵线 可以下路GB过去一波 打得太漂亮了 这个一波了 RG这把我觉得就赢在换线 赢在换线 赢在换线 真的赢在换线 RG最强的那一面 那一面给度过了 RG从换线到比赛结束 都没有给RG太多的机会 是的 我觉得今年的这一个剧情 真的一直在上演 除了刚才讲的上一次的换线之外 还有一次就是那个 德莱文对维恩那一次 对 就是那一次 我觉得班卡莎吧 第三把真的班卡莎吧 恭喜RG 2比0 拿到了我们现在比赛的赛点 2比0 IG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 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怎么去面对这个卡莎呢 好的 让我们再次恭喜RG 获得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马上迎来自己的一个赛点 看一下上一场比赛的一个数据面板情况 经济曲线图可以从比赛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到 RG用换线的这样一个方式 规避掉了自己对线的一个劣势器 然后让前期的节奏直接打起来 这把我们RG本身的思路 也是利用凯云这个点去秒杀UJI 但是UJI再一次通过整个战术的分配 以及自己卡莎发育之后出色的团战发挥 50.4%的伤害战比 两场的MVP 主要是这个12颗人头的季后赛击杀 这里邀请我们整个数据团队数据方来确认一下 季后赛这个人头在我的印象中 是有可能要刷新记录的呀 MVP G